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藏人多结人青 为抗议中共当局对藏区的高压政策 星期二在当地中共武装部附近自焚 当场身亡 成为四天内第三名自焚的藏人 据了解中共当局十八大前 在拉萨城内部署了大批人员 并且让军警假扮僧侣混入民间 监视藏人的一举一动 有些城内藏人已被迫暂避到城外乡村 等十八大结束后才会返回城里 下面请看报道 10月23号下午4点左右 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九甲乡立以南村 57岁的藏族男子多结人青 为了抗议中共对西藏人的高压政策 在夏河县武装部附近自焚当场死亡 多结人青成为夏河县四天内第三名自焚的藏人 拉布朗斯的僧侣们计划到多结人青的家中进行祈福 但在途中遭到中共军警的阻拦 现在大量全副武装的军警部署在夏河县的大小街道 严厉管制当地藏民的行踪 当局还切断了网络等所有通讯设备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人表示 中共变本加厉地去压制当地藏人 迫使当地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据悉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 藏人进出拉萨 磕长头起伏 朝佛转经 探亲访友等都受到严厉限制 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旅欧藏人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当局在拉萨城内让军警提光头 穿僧服 假扮僧人混到人群 以及在公用电话亭旁边 时刻监视藏人的一举一动 只要两三人走在一起 立即被安全人员盘问并登记 还拍照片 但汉人在拉萨只要出示一下身份证 就可以自由通行 有些城内藏人因为无法承受过度的管控 被迫暂时躲避到城外乡村 中国政府这样一种针对你的民族身份 或者你的信仰 而进行的这样一种压迫 赤裸裸就是民族区别对待 宗教区别对待 也就是一种民族歧视 今年年初 青海省果洛州斑马县的僧俗藏人 在县城陆续开展不同规模的 要自由抗议示威活动 当局下达命令 要求斑马县公安局长华多 在三个月内 把所有参与示威活动的藏人抓捕 不料遭到华多的拒绝 7月初华多被当局正式开除公职 藏人的干部就是打头子 你不听他马上就可以撤职 这个是政策 不仅是作为一个会议上的宣传 而是作为一个政策 达瓦裁人指出 藏人的官员 由于公开反对中共当局的命令 不愿意作为打手 去镇压自己的民族 很多官员被撤职 还有的被送进监狱 看来就像她们那样的支持 这次还没有人的权子 是判断的权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